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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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有個聲明 我們都覺得大家要珍惜生命 現在純粹在科學的角度說 如何使這件事可以在道德上少一些爭論 科學的發展是會影響到討論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的 你說如果自殺呢 我經常看到香港人去燒炭 其實燒炭本身是一種相對的痛苦比較少的方法 我不可以說是一種安樂死的方法 因為很多時候任何自殺的方法形式 痛還是不痛呢 很多時候沒有人告訴你 中間經歷了多久才死的 這裡不要說是安樂死或自殺的方法 就算你說是死刑行刑的方法 也有人說 有些是痛苦的 有些沒有那麼痛苦 有些國家覺得用槍斃的方法太殘忍了 都還是痛的 就用其他 大家可能聽過 美國執行過死刑的那些是用電椅的那些 電椅其中一種就是說 原來戴的那頂電椅那頂帽 通電之前你一定要有一個濕的海綿放在這裡 那個海綿不夠濕 就死得很痛苦的 關於死亡的痛苦的討論 其實就介入了自殺行刑和安樂死這些話題 當然 如果有一個地方 它是安樂死不是犯法的時候 它可以進行安樂死的研究 它當然就會想到的問題就是 哪一種死的形式是最少的痛苦 如果你問我 我不講安樂死 講行刑的話 痛苦最少的一種死刑的方法 就是首先將病人打針去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在沒有意識的狀態之下 才去槍斃 譬如台灣現在還執行死刑的話 它是有用這種方法 那個死囚可以選擇就是要不要麻醉 麻醉之後基本上就是你睡了 完全沒有意識的狀態 完全感受不了痛苦的方法 這樣死去 但是對於自殺的人來說 你是沒得這樣做的 因為你沒得自己拿一支針麻醉了自己 再自己開一槍 就是弄死自己 這樣 所以這一種就是一種 不是很能夠執行的方法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成本 還有就是你怎麼去找到這些藥 那些問題 就變了很多時候就有很多人要去幫你 其實就是 所以也有很多地方的法律就是說 不單止它會定性就是說 不單止自殺是犯法 甚至乎是你協助自殺 都是犯法 所以在世界上很多國家 只是這兩條法律過不了的話 就已經不用想了 完全不可以有任何關於安樂死的器具上面的發展 那這裡我們純粹是就著在瑞士發生的事情來說 當然我們也不鼓勵大家去自殺 那瑞士最新的這個叫做安樂死的膠囊的這個發明 那它其實就是用了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不知道台長你找找找的那張照片出來 那個這樣的箱子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好像太空膠囊那樣 整個人就走進去 躺進去 然後呢 就關了門 關了門之後呢 你再按個按鈕 然後呢 那個裡面的儀器呢 就會把那個膠囊裡面的空氣 就換了作淡氣 那因為 只是淡氣 一些氧氣都沒有啦 那就缺氧 那於是最後就是一種 慢慢缺氧的人越是紛紛入睡的狀態之下 入睡 缺氧而死的一種狀態 就是那個過程中間就不是說好像吊頸那樣 休息不了很辛苦 沒有那種窒息的痛苦 也都不是說其他去服毒那樣 中間有一個可能有些你表達不了的痛苦 這個完完全全就是你繼續有得呼吸 只不過給你那種氣體呢 是一個不能夠令你繼續生存的氣體 那最後呢 由那個病人 不是那個病人 就是由那個決定去執行安樂死呢 就是他那個人自己 OK 他在裡面自己按著了一個按鈕 換了一些氣 跟著紛紛入睡 跟著呢 隔15分鐘後 才打開 那其實呢 基本上在15分鐘後呢 就沒有人能夠在這種窒息狀態之下繼續生存得到的 所以就是會 整個過程 整個技術本身就是一個用淡氣 令到人沒有缺氧的一種狀態之下的安樂死 那按照相思來呢 這個設計很漂亮的 很厲害 是的 你還有你有沒有留意成本呢 就是說他執行一次的成本 你有沒有留意到呢 還沒看到 但我可以慢慢找的 其實就是650港幣左右 這麼便宜啊? 是的 所以這裏來說就是 這件事就沒得放在香港那裏展覽了 就是它就在一些他們自己合法的地區 一些叫做 叫做安樂死的博覽那裏 就把這個產品拿出來這樣 那你可以比較到的 其實呢 以前我也看過一些電影是講安樂死這個話題 甚至乎可能網上有一些片段 就是拍那個病人最後 就是由家人帶他去到瑞士 然後呢 去到那個地方那裏 大家聊天就一起去 大家一起話別 擁抱一下這樣 然後呢 那個人就自己走去 就不是用這個機器的 就用另外一些的方式這樣 譬如有時候就是喝一些有毒的東西 很多時候可能是一些有山埃成份的東西 就令到很快那個人就會是 就是已經就是 那個新陳代謝就停了 但是你看這個過程也是 你看它就是一種紛紛肉碎的狀態 而且最後就能夠是 死在它自己親人的懷侶 也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現在這個安樂死膠囊 就真的走進去呢 一按按鈕就沒得回頭了 我知道 但是 它通常如果做這些都是 很短時間就會解決了你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快的其實都是理解到的 是啊 是啊 它最多就是我想只有幾秒時間你後悔 就是進去你如果按個按鈕 發覺突然之間不想呢 你是只有幾秒時間去反應 因為如果你再長一點 你個人已經進入分碎狀態 其實那一刻你已經吸了很多的淡氣 已經不夠養的狀態來的了 其實就是你如果硬 就是一定要很留意 就是這些一後悔想人救回你出來 很多時候都會很容易變成了植物人 因為已經是缺氧的狀態 還有呢 我覺得呢 都有一個另外一種的問題出現的 就是那個需要幾長時間 才令到個人窒息呢 都很因人而異的 就是看一下你個人本身那個血液帶氧的能力 那麼我們其實很久之前有一集都提過的 就講其實世界上其中有一個地區的人呢 他們那個味水潛水的能力很強的 那麼他們吸一口氣呢 可以其實很長時間 是講成十分鐘呢 都是不會死的 就可以呢 就繼續上來的 就是他本身個人自己的帶氧能力特別高的 所以究竟呢 他這個人 這個儀器究竟是要通淡氣 通多久才能夠確保 那個人是完全死了呢 那都是因人而異的 在這裏 還要留意這個設計本身是3D的印刷 就是解釋到為什麼剛才那個造價這麼便宜 但是那個氣體方面呢 為什麼要減淡氣呢 淡氣都是一種我們平時日常 已經能夠呼吸到的氣體 就是我們自己的地球大氣裏面 就七成是淡氣 接著剩下兩成 就是七成多是淡氣 兩成多是氧氣 那這件事是最容易去找到回來的 那所以就 就是你也都不會 其實是不會有其他的化學的反應 就純粹是你本身的人已經有吸入的了 那只不過大氣裏面有氧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呼吸普通的空氣就生存到 那另外說呢 就是剛才提到為什麼故意提到3D打印呢 那這裏有少許那個道德爭議問題的 因為如果這件事 它是用完之後下位繼續接著再用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刑具一樣 就是變了有二手東西這樣 但是現在這件事你發覺它看到 它根本做來 是完全是做了棺材的功能 就是這件事本身就是 你可以繼續是拿來用來做棺材 所以最好就是一些可以是 就是用原積器的材料 如果做了3D打印的意思就是 可以量身訂造 就是究竟要高一點、肥一點 完全是可以控制得到 那我發覺它想這些問題的時候 它都是在一個叫做商業、道德的範圍之內 它有想的 那當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 因為在瑞士這個地方本身 它無論是協助自殺 還是自殺都不是罪 所以才容許有這件事發生 那它那個是安樂死的一個 一個法律上容許的國家 至於剛才我們提到 就是這個 這樣的器材 它是有量身訂造的 那舉個例子 你不可能睡不著 你不可能睡不著 你按了個按鈕 你封不住 那還有一件事 你不要想著一個人用完之後 下手在這個ebay 必定再用過 不用想的 OK 那這個窒息的情況 剛才你說的是15分鐘 它那個機制是怎樣的 它是否慢慢令到你那個人 就是裡面的血液 全部變成是淡氣 其實是這樣的 根本上你的血液裡面沒有缺氧 你比如說 這要講那個叫做那些 什麼叫做那種缺氧的機制 你如果燒炭就是你那個 那些一氧化炭去黏住你的血紅素 令到你的身體的血再帶不到氧 所以就算周圍有少少的氧 你最後的人那個吸氧能力差了很多 那當然如果你能夠做到 就是那個燒炭的環境裡面 幾乎都是已經充斥了一氧化炭 那你就更加快容易令到身體沒有氧氣 那可以說是一種毒氣室的原理 現在淡氣就是一個 淡氣本身對人是沒有毒的 但是它只不過就是在那個環境裡面 只有純的淡氣是沒有氧氣 所以其實它只不過就是用淡來填走那些氧 就是個人缺氧的意思 那就是在這裡來講 你就可以由回 在缺氧多久之後 你的身體怎麼去慢慢一步一步死亡的 那種生理狀態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 就是那個致死的機制是怎麼樣的 那剛才你講的那裏 那個按鈕應該似乎不是裡面那人按的 它外面那裏呢 我看這排的按鈕應該是外面的人 就是幫他去做這個韓國死 因為你要知道有些人為什麼去找韓國死呢 是他已經全身動不了 但是可能在瑞士就容許你 你可以你的致親 或者你找一個委託 委託一個人 他問你了 你想去韓國死亡 你上了 那你可能都簽字也未必簽到的 你給一個訊息出來 說你是在這裡的 然後你放進去 然後呢 外面那人幫你按鈕就不是他自己的 沒有一個不會有外面那邊按鈕的 外面那邊按鈕就扣了 那他怎麼解決你講的問題呢 其實你都講了整個步驟了 只差一步就是什麼呢 他如果那個人真的沒有能力 裡面是有一個按鈕的 你可以自己按 但是呢 如果那個人是沒有能力按鈕的話呢 他就可以用點頭或者眨眼 然後呢 外面有個鏡頭去駁住一個機器 其實是一部電腦而已 就是說現在那個按鈕呢 就不是再一個硬件的按鈕 就自動有個軟件的按鈕 你可以用你在這個時候 在我問你你要回答這個問題的 那一兩秒時間之外 你閃一閃一閃就代表你說對 外面的人呢 只是做一件事而已 就是接駁好這套機器 如果用香港的法律來講 這個人就是 外面就有人協助你自殺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在香港來講就是犯法了 甚至乎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犯法 那就是外面的人充其量 就是那個所謂醫生的好 那些是一個協助者 就不是一個執行者 就是變了其實你如果說 理論上 你如果擁有一部這樣的3D打印機 幫人打印這樣的東西呢 其實你要發覺在最後的法律來講 你都是製造工具給別人去自殺的 其實所以為什麼你看到呢 香港現在就算賣炭呢 要連張Label在這裡 要連個標語就是要你珍惜生命那些 那當然就是不希望你自殺 最道德的原因 但是另外就是免除了法律責任 因為賣炭給你那個人其實都可以 原來是說不小心構成了這個協助自殺的 提供自殺工具的 那這個是無限延伸的 那如果你尋找這條路 有很多方法的嘛 安眠藥 那你是不是都說你要面責聲明呢 有很多方法的嘛 好 我們在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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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